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触发准位要改为0.9V再量测波形 ESPI有6个讯号要连接量测 CS CLK PI20到IO3 观察这段波形 4个通道有状态变化 IO2与IO3没有状态变化 这是ESPI Single Mode波形 我们进行ESPI解码 进入新增汇油牌协定 搜寻ESPI 解码模式选择Single IO 左键点击封包两下 从封包列表观察ESPI资料 观察这几段波形 6个通道都有状态变化 这是ESPI Core Mode波形 我们进行ESPI解码 进入新增汇油牌协定 搜寻ESPI 解码搜寻ESPI 解码选择Core IO 解码选择Core IO 点击封包两下 从封包列表观察ESPI资料 解码选择Core 解码选择Core 连达表观察ESPI 选择Core 解码选择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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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码选择Core